现在主要是进行机器的一个深度清洗 包括木路循环和清洗这一块的 首先机器的两个木盒 溶机盒和墨水盒都不需要插上去 然后最好呢 这个混合罐里面墨水把它抽掉 装上吸湿剂也可以 如果你没有装吸湿剂 直接用墨水去循环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步就是需要把这根管子拔下来 这个管子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 用另外的一根管子 一头插在这个位置 另一头直接插在混合罐里面 一定要插到底 插到这个混合罐里面 一定要插到底 保证它野位要在高野位 然后呢要保证叶位啊 混合罐里面的叶位要在高叶位 然后这样的话 然后就是混合罐里面就有足够的 这个溶机在里面循环 第三步开机 开机之后直接长按设备相关 输入密码49881212确定 然后第一个是操有输入一个操作代码 好然后点确定 然后第一个这个是墨水管路的一个清洁 400就可以 然后第二个是吸尸剂的 这个这个是200也可以 然后这个时间可以 最少设成100也可以 反正这个就是跟住你线上洗的情况 可以去设置的 然后点确定了之后 机器就开始自动的进行了一个 然后交过小时 然后这个是一般的润性时间是在9个小时 好 循环循环完了以后 所以说 它会调出这个它们显示完成 然后点范围 然后它会自动的啊 自动的就会显示完成 然后你就退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管道再把它改回来 机器在正常使用